大家好 歡迎收看外交短評 德國政客幾個月以來一直不斷地重複叫囂 要求企業最好在其他國家建立工廠 減少在中國工廠的數量 減少對華依賴等等 但現實上德國經濟研究所IW提供的資料 似乎就與這相反 綜合德國藍德爾字報 英國路透社等14日報導 基於對德國央行資料的研究 德國經濟研究所當日公布了一份報告 顯示2023年德國對華直接投資總額高達119億歐元 折合大約人民幣918.87億元 同比增長4%創下歷史新高 報告還顯示 去年對華投資佔德國海外總投資的比重 不單止沒有下降 還上升至10.3% 創下近10年來的新高 德國經濟研究所國際經濟政策 金融和房地產市場部門的負責人 馬特斯 對此評論認為是 一個新的紀錄 此前兩年的數字已經很高了 根據路透社報導 德國正面臨著兩難的境地 雖然政府呼籲德國企業減少對華投資 並且大幅削減對華投資擔保 但德國企業仍然在中國大量投資 根據德國聯邦統計局的初步資料顯示 2023年中國連續第8年成為德國最重要的貿易夥伴 德國經濟研究所IW14日公布的一項研究顯示 去年德國對華直接投資總額是119億歐元 同比增長4.3% 創下歷史新高 德國企業過去3年 即是2021年至2023年在中國的投資額 和前6年即是2015至2020年是差不多的 德國經濟研究所的報告還說 由於歐洲最大經濟體徘徊在衰退邊緣 去年德國對外直接投資總額 從2022年大約1,700億歐元 下降至1,160億歐元 但去年中國在德國海外直接投資中 所佔的份額總體上並沒有下降的 2023年對華投資佔了德國海外總投資的比重上升到10.3% 是2014年以來最高水平 也是自2014年以來首次超過10%這個大關的 而德國在亞洲其他地區的直接投資就停滯在大約8%左右 研究認為總體而言德國大型企業和中小型企業 在中國的投資情況存在分歧 馬特斯說一方面德國企業在中國一直都有新的投資 這些投資的資金完全是來自於中國產生的利潤 另一方面在過去四年中顯然也是有資金從中國流出的 馬特斯說德國央行的資料還不能準確地證明這一點 但他推測仍然有少數幾家大企業是大量參與中國市場的業務 今年1月底在華德國企業官方協會 中國德國商會發佈2023至2024年度 德國企業商業信心調查報告顯示 雖然存在著所謂對華去風險的噪音 但中國對德國經濟的意義仍是獨一無二的 報告資料顯示 91%的受訪德企計劃繼續扎根中國市場 78%的受訪者就預計 未來五年他們的行業將會持續增長 54%的受訪者計劃在未來兩年增加在華投資的 其中79%的企業就說這是保持在華競爭力所必須的 此外64%的企業認為中國經濟增長放緩只是暫時的 會在未來1-3年出現反彈 42%的德國企業預計2024年 他們所在的行業將會呈現積極發展勢頭 相比去年調查中的21%的數字是翻了一番 還有37%的受訪企業認為 與其他市場相比 中國作為創新市場的吸引力正在增強 46%的公司計劃與當地的合作夥伴合作以保持競爭 受訪的德國企業還認為 中國企業的創新領導能力不斷增強 其中汽車行業企業最為明顯 在汽車行業11%的企業將中國競爭對手視為創新領導者 58%的公司就希望自己能在未來5年裡擔當這個角色 這個觀點也在前兩天 即是2月13日發布的2024 被毛寧克安全報告中所體現 報告認為雖然所謂去風險和減少對華依賴的 陳康濫調不斷地重複森染 但實際上 美歐對華經貿數字正在疫勢而上 報告提到 美國2022年對華貿易額仍然以5310億美元創歷史新高 而美國的有岸外包努力似乎比看起來更脆弱 在美國的貿易量從中國轉移到越南、墨西哥等國的同時 這些國家就從中國的進口量幾乎同步增長 表明中美經濟的間接連繫仍然存在 而歐洲方面表現更深 由於從中國進口激增 歐盟對中國的總體貿易逆差從2018年的1550億歐元 激增至2022年的3960億歐元 德國公司也繼續在中國大量投資 無視德國政府減少投資的企圖 德國對華直接投資在2023年的上半年 保持接近歷史最高水平 佔整體投資的比重甚至有所上升 路透社提到今年4月中 德國總理索爾茨計劃將會率領商業代表團訪華 報導說這是德國政府去年7月發布首份的中國戰略文件後 索爾茨首度訪問中國 索爾茨對上次訪問北京還是2022年11月初 也是他就任德國總理以來首次訪華 當時有百多間德國企業申請隨行 最後只是包括保馬、大眾、巴斯夫、愛迪達、 德爾茨銀行等在內的12間行業巨頭入選 被形容此行是將德國最大的品牌帶到中國的 簡單總結 德國經濟早就與中國深度捆綁 中國不僅是德國最重要的出口目的地 德國很多工業的原料也需要從中國入口 而且很多德國化工業在歐美嚴厲的條件和高成本之下 都大批向中國轉移 而中國方便的物流、低廉的原料成本也為德國提供了便利 本來德國有俄羅斯的廉價能源供應 本土工業還可以保留一部分 但俄烏衝突爆發後 德國政客在半推半就的情況下完全與俄羅斯脫歐 結果要買昂貴的美國能源 導致德國通脹高企 政府還要削減開支 搞到農民都開了拖拉機 進去柏林那裡示威 社會不穩 索爾茨急急訪問北京 修補和中國關係是無實的一步 另外美國打算以台制華不斷挑動台海危機 但最近美國智庫聯同其他國家做的研究顯示 美國正在尋求更多國際盟友夥伴支持台海和平穩定 但其他很多國家對於台灣問題的看法與美國並不一致 美國之音報導 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 和中國研究專案 去年集合來自美、加、日、韓、印度、澳洲、英國、德國等多國的學者專家 針對國際社會對台灣的支持成立了一個工作組 完成了一份長達15頁 題為建立國際社會對台灣的支援的專案報告 報告指出國際社會對台海議題的看法與美國是很不同的 美國有必要理解這種認知上的差距 才能夠建立一個強大的聯盟來支持台灣 並對北京發出協調一致的信號以壓了中國用武力改變台海現象 報告作者之一白明說 很多地方的學者對於台海問題的看法並不一致 在華盛頓以外的世界 人們對於台海問題的理解與美國是很不一樣的 當美國試圖營造國際社會對台灣的支持時 將這些不同的看法反映出來是極為重要 歐洲外交關係協會亞洲專案主任 厄特爾評論這個研究結果時說 雖然歐洲現在的確比50年前更關注台灣 但是與其說他們關心台灣安全 不如說他們更在意的是美國以及美國的言行是否一致 台灣被視為可靠而且有價值 但它並非不可或決 而且台海衝突始終距離遙遠 目前歐洲更關心的是自己家門口的俄烏戰爭 但是東歐國家就因為俄烏戰爭而威脅的感受非常不同 在台灣政策上的改變比西歐來得更深入 美國媒體在報導這份研究時自然是從很大美國主義的角度出發 但是通過研究結果也顯示了一些現實情況 第一美國想以台制華其實很多盟友的看法是不同的 好像歐洲那樣就認為台灣問題距離他們很遙遠 其實也很正常的 家門口的俄烏衝突更迫在眉睫了 第二美國似乎開始意識到 單靠美國自己並沒有信心贏到中國 第三這份報告也顯示 美國下一階段會用盡威逼利友盟友 特別是歐洲要與美國一致 相信中國也看穿了美國的這一招 過去一年來 外交部正是加強對歐洲國家的工作 大家好 巴士的部除了在YouTube有片看之外 在另一個平台石樓台都有片看 有網友說想訂閱石樓台看獨家內容 但是不太知道網上訂閱怎麼做 我們特別安排了客戶服務熱線 如果有關於訂閱或使用問題 歡迎你聯絡我們 你可以在香港辦公時間致電3610-3800 3610-3800 或者發電郵給我們 石樓台有很多獨家內容 例如《十分鐘看中國》 是其他媒體比較少說的中國新聞時事分析 另外石樓台獨家法報的 《六宇人金融hi-t》財經節目 已經推出了文字版 除了看視頻之外 你還可以在石樓台看《六宇人》的文字版 有賺詞及《六宇人》的文字弦 食欲到找到文字的文字 都不在此 也有賺的條文文字